要怎么样从哪边开始去撰写 特别注意 这边我们可以在这个上方 就是开始计算 这个按钮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它就会跳到一个这个程式的部分 这个地方呢 它自动会跳出一个SUB 所以到时候的话 你们应该只有一个头 头的话就是这个头 它一定会是这个Private的一个SUB 一个副程式 名称的话就是什么呢 CL CL就是那个按钮的名称 我们有给它改名称 底线Click 然后呢一定会有个尾巴 就是And Sub 也就是说这中间的程式 你要自己撰写 你要自己撰写 那也就是说呢 当点了它Click 一个事件 Click的时候呢 才去执行里面的动作 那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做哪些动作 首先的话呢 我这边程式部分的话 有几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我宣告 宣告有四个变数 XYZW 那这个XYZW 就是要取得什么呢 取得画面上面呢 使用者所填的东西 那需要哪些资料呢 特别注意呢 就是在画面上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ome 这个Home的部分呢 这上面呢 这一个 就是总共借款的金额 跟那个年利率 还有借款的年限 几年 那特别注意 最后要按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 就是PMT 去做计算 PMT函数 我想在Excel里面 也有这个PMT函数 不过我们这边用到的是VBA里面的函数 VBA里面的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需要这三个 所以第一个我先取得什么 取得这个所谓的利率 那利率的话呢 我可以从MyRance 那前面加一个Me的好处是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呢 我的利率 这个地方 Me 如果你打一个Me Me Me 点之后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说呢 你如果忘记上面的名称叫什么 你就可以用选的 比较不会错 比如说呢 我要找到利率的话 那我们有一个叫MyRance